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場的美肌的朋友們 大家知道 作為一個法律人 第一時間聽到蔡總統、習明、謝文定 跟林寢邦為司法院政務院長的 移民人的時候 真的第一個時間是錯愕 完全沒有想像到 為什麼自然院的政務院長的移民是他們兩位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於說 其實前一陣子法界在討論 尤其詠色也在討論的是 11月1號即將上任的五位大 大法官因為我們今年有五位大法官要卸任 必須要提明新的五位大法官 那詠色事實上也有徵詢了法界的一些非常優秀的一些人士 因為這個總統府有設了一個審見小組 希望各界能夠推薦或是自見優秀的要接任 這五位卸任大法官的適合的一個人選 那永正其實是有在積極的討論這件事情 完全沒有想到院長跟副院長的部分 因為據說是副院長跟副院長 因為他比較是行政任命 在執司司法行政的大則 所以我們認為說 內部應該是要更後面再來處理 應該是先處理大法官的人選 那永正其實大概擬了一個二十幾個名單 最後當然推薦沒有到這麼多 那我們這二十幾個名單 應該都是把界的符合司法行組織法 關於這大官資格、誤款資格的優秀人士 隨便哪一位都會比謝文定跟林景邦來的優秀 那我們真的沒有料到說 竟然不會 我們那時候一直以為說 永色已經提出了一個破 就是包含了所有法界應該有的優秀人士 那即使是要司法行政的概念 要提名院長跟副院長 也應該不會太超出我們的那個名單裡面 可是沒有想到完全不在我們的名單裡面 當然實務界其實我們也有一些實務界的人士 所謂實務界是法官出身的 但真的沒有想到謝文定跟林景邦 那這個提名之後 除了我自己本身感到戳惡以外 那永色當然是 包含就是說 永色因為關係台灣的民主憲政 有去霸佔 那我所認識當初替蔡英文總統 在競選的時候所擬的司法政策 擬定司法政策 白皮書的一些法界的一些先進 沒有一個人贊成這個提名的 其中有一個原因當然就很重要 就是他們兩位何時何時參與過 參與過司法改革的政策 民進黨的司法 執政黨的司法改革政策 完全沒有 那完全沒有參與過的狀況之下 又如何能夠落實蔡英文總統在競選時候 所提出來的司法改革政見 這我想是一個最大的疑問 所以我所認識的 曾經參與過這個司法政策 意見擬定的這些法界人士 沒有一個人贊成這個提名的 沒有一個人贊成這個提名的 那其中我單單舉一個例子 就參與過總統的司改政策的宣言裡面 其實是有一項是司法院要審判機關化 大家知道所謂司法院審判機關化是指說 現在當然因為他執事司法行政 就是院長跟副院長或許 可能參與過總統的思考是認為說 他是要負責司法行政 所以找了優秀 相對優秀 我們必須承認說 謝仁丁恩是相對優秀的行政官僚 司法行政的行政官僚 或許他認為說 那院長或部院長應該要做 可是我必須要提醒說 在政策來明書裡面 其實是有提到司法院要審判機關化 審判機關化的意思就是說 以後整個司法院我們可能要整併 我們現在有最高法院 有最高行政法院 工程會 以及有大官會議 就是不同的最高層級的這些審判 那以後是要統一集中有司法院 那簡單講就是說 司法院長當然以後就是首席審判長 那我們必須提 如果這個政策是如此的話 我們必須提出來 謝文定 我必須講說他是一個好人 他真的是一個好人 也是一個優秀的行政官僚 可是我也必須在這邊很直白的講說 何德何能 大家如果去檢視過 他曾經有的提出來的所有的文獻 關於這個法律問題的一些 一些比較研究性質的一些文章 沒有 那這樣子的人大家 蔡英文總統覺得台灣人民可以接受 這樣的人當以後司法院審判機關化的 首席審判長 他有什麼真正值得令人敬佩的 法律上面的學養 行政官僚跟 跟必須是具有法律學養的首席審判長 這個落差太大了 所以我們必須講說 單單以這個為例 他們兩位完全沒有 完全並不曉得執政黨的司法改革政策 如何去擔任這樣一個大委 或許有人講說 就是因為他們 他們是好的行政官僚 所以或許能夠貫徹 貫徹 蔡英文總統的司法改革政策 可是我必須講說 這樣不是反而落入了 已經提出卸任的蘇永勤副院長 蘇永勤副院長的 就是說蘇永勤副院長就是在指責說 你總統的手伸進去司法院 你如果現在你只是找執行長 性職的院長的時候 完全都聽你總統的話 那如何去擺平另外一方面 譬如蘇永勤副院長一直認為說 你總統的手要伸到司法院來 司法獨立如何保障 所以我想這本來就是一個法界 很艱難的一個爭議的一個議題 結果蔡英文總統的選擇竟然是如此 反而會不僅是自己人不支持 對方的利潤反而會加強 所以我認為這個提名是非常非常不適當的 所以第三點呢 第二點是我們認為說 第一點是他們並不熟悉這個 執政黨的司法改革政策 第二點是認為說 反而落人口實 就是對於反對總統參與司法改革 這個有爭議 但是我們認為說 總統本來就有跨院記的權力 的確是可以處理 這是第二點 那我們認為說 你這樣的提名 反而落實了別人對你的批評 我想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呢 其實我們是要呼籲各位 呼籲各位 因為他們兩位是 像謝文定已經四十年的一個指導官 那我希望借這個記者會能夠呼籲說 他們兩位應該要向今天記者會呼籲的是 要自我請辭啦 因為我們當然也了解到說 要蔡總統策尾提名 這個後座力其實是非常大的 這是不是有損 所以我們認為說 他們兩位應該要知所進退 要真正曉得為台灣好 還是我回來第一點 他們真的覺得說 他可以當首席審判長嗎 就是審判 我們講不管司法行政 他們的學養 足夠當首席審判長 他們如果認為他們自己覺得說 可能力有未大 那我覺得他們要知所進退 應該要自己 辭退這個 辭退接受這個提議 好 那如果他們兩位 不知所進退 我希望在這邊呼籲 我們所有的資深網民 可以其實當鍵盤柯南 去查出他們之前的判決 當然他們最近二十年可能都在司法行政 已經沒有什麼好的判決 二十年前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判決 或許封法潘可能也可以更清楚 我們用判決來檢視他 他當初到底是不是 轉型正義 我們應該要處理的 威權時代的一個幫兇 我們應該要一一檢視 檢視出來以後 讓他們自己能夠知難而退 那我 這是我最後一點呼籲 那如果這些都不成功 我會必須這邊就代表詠色 其實詠色的討論其實是非常的 想的非常多 詠色昨天的討論是認為說 我們不排除要號召 身高更強的一個呼籲 就是可能會有更激烈的手段 我們認為說這兩位 真的是不適合擔任司法院的政務院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